朋友们大伙,我是大伙,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好久不见 6周没录节目,原因有2 1是因为7月份时长比较淡 商货量有个低 中介很多都出去玩了 所以我也给自己放一个架 2是因为家里出了点事 喜事 这老二出来了 老二出来之后 惊了我一下 因为长得跟老大是一模一样 两个人就跟双胞胎似的 他妈都分不清 所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 这个节目还得接着录 多了一张嘴 还得努力工作 没录这6周呢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 我记得上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是6月21号 当时悉尼的侵犯率是81% 当时连续7周悉尼侵犯率过70% 然后紧接着的侵犯率是降到67 56 当时是因为school holiday 然后从7月9号开始 侵犯率是74 70 70 再加上上周的73% 那目前为止已经连续4周侵犯率破70% 总体来讲 市场的态势还是有条部分 还算比较稳定 那今天录节目之前 那也看了一下过去 这个做的一个数据统计 那截止到7月底 新的新的上盘量 较去年同期高了9.9% 较5年平均的高了18% 那其实对于很多买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上盘量越来越多 其实对于买家来讲 你可选的范围也大很多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上盘量 多了之后 这个房价可能会下跌 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 我个人觉得上盘量多了之后 它不会抑制房价 它可能会抑制它的溢价 就比如说很多的 房子它的确是不错 但这个卖家他自己也觉得很好 他觉得他的房子是全宇宙最好的 那么相对的 物业多了之后 交易多了之后 他也会抑制卖家的期待值 如果你真的要卖的话 大家不都讲理吗 就你觉得你的房子卖650万 你同节这房子现在卖了610万 你平时卖650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于买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虽然这个上盘量 目前来讲 慢慢的上升 但是总体来讲 所有的在售的物业数量 和去年同期比 还是低了17% 较5年同期比 还是低了10.8% 所以我觉得整个虚拟市场 从8月份开始 到年底这段时间 最大的看点 就是我们一直都说 买家的期待值很旺盛 因为缺货 那么现在货慢慢开始麻起来之后 我觉得市场上那种 这种购买行为会变得越来越活跃 接下来再看看这个市场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如果接下来的市场还是很稳定的话 我觉得市场就是很稳定 那么在过去的7月份 虽然没录节目 但是也买了几套房子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7月份的时候 因为有个客人预算是在 2到300万以内 当时就把整个新的Ride 包括Eso的Apping 看了一圈 说实话 这个房子一定得 出去看 你不能纸上谈评 你以为 你以为不一定准 之前觉得像 Ride这个大区 是整个悉尼 Dupilex数量最多的地 觉得这么多的房子 能消化的掉吗 但从6月底开始看这样的房子 到现在 所有看过的房子 基本上95%都已经卖掉了 所以我觉得 多 但是 未必代表它过剩 这个市场还是能消化的掉 而且我觉得这个竞争 也算挺激烈的 我记得6月底的时候 当时是在这个 Apping的这个Club 就看拍卖了 拍卖中介也很会搞 把所有的拍卖都放在一起 在一个号里面 6场拍卖 你也不知道 隔壁坐的是来买哪套房子 所以那个市造的特别好 6套房子 派厂全部卖掉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呢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市场上的买家 的需求 还是挺旺盛 还是我以前说那句话 如果是资助买家的话 你说这个孩子出生 你能改吗 你不能说 再过几年 再过几年 都40几了 对不对 这等不了 所以这个 买房子是刚需的事 我觉得有条件的话 也都不太会等 能上就赶紧上 那这是前言部分 那进一个片头 我们一会讲讲上周的精彩案例 这周给大家找了三套房子 我们简单的聊一下 第一套房子位于新的上东区邦代 这套房子占地只有278平 四房三位一车位 是一套Architect Design House 上周用事仅仅11天 以625万欧币的价钱 排钱售出 而在17年买入价钱 是243万7千5百欧币 这房子第一眼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设计师设计 但是盖的实在是太难看了 中介说这房的设计师是谁 然后那个内部设计师是谁 得过什么什么讲 这些都是其次 最主要是 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 这房子盖的 总觉得怪怪的 你看那个房间用清水混准土 想走这种工业风 盖的你像那卧室盖的 就跟咱农村那个毛病房一样 第二呢 这个厨房 你看那个台面用的 就跟那个八九十年代的 那个 大中浴池 然后这个户型嘛 他也不方正 我知道你是为了让采光更好 就感觉像一个一拉罐 被捏扁了一样 然后还卖了600多万 然后还没有什么水 所以就觉得这个东面的房子 就不怕难看 就怕平淡 卖的下限卖的相当好 那同时呢 还有一套房子也是上周卖的 这个我没有列出来 但我 这样说到他了 就想起来了 也是位于新的东区 Runway 一个house 战地498平 这房子卖的是 上周是卖了900万 你再看看他的设计 你会觉得这个房子 好像打眼看 不是很出彩 但是他的 整个的户型 他的战地 地形 还有他的这个 genery 更functional 但是感觉又用料又很实在 也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价钱 当然了这个是东美 东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发生 这是第1个案例 第2个案例 位于新的下北区 Camry 这套房子占地290平 内部120平 三方 一位不带车 是一套 Semi 单层的Semi 上周用时49天 以287万 欧币的价钱 收出 而在12年买入价钱 是1027000欧币 这套房子是做了一个大翻新 翻的还是很不错的 所在的街区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在一些比较好的区 比较好的街 如果你的房子 能做翻新 我推荐还是做点翻新 会更有效的帮助 最后的收出价 最后一概念 位于新的上东区达波北 这套房子 总面积是146平 三房三位四车 上周用时仅仅三天 以大约1400万欧币的价钱 收出 而在2022年买入价钱 是790万欧币 为什么说这套房子呢 房子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1个特点 它是阿赛克尔巴们 阿赛克尔巴们 在悉尼是一个 一般来讲是100年历史的一个乌鱼类型 通常来讲都是那种比较结实的转 很有底蕴的乌鱼 第2点 这个房子是一套合并乌鱼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原来 是 比如一个一房 一个两房 把它合并了 就变成一个三房 这个在东区呢 也是有发生 像达林普 经常说有一个房子一出来之后 变成比如说四房 其实是买了两个两房 合并起来的 所以经常有人说 最好的买家可能就是你的邻居 这种事情也在东区发生 还有的 比如说你买个house 把你家给买了 说我要把你家推了 我要盖个网球场 这是第2个特点 第3点 也是今天要说的一点 就是这套房子的 单评的价钱 达到了96000欧币 这个也是在整个 Double倍 非全新类物业最高的纪录 在整个Double倍 目前的单评品纪录 能排到第2 最贵的是 去年在William Street 一个painhouse 1600万卖的 单评品的价钱破了10万一瓶 达到了10万07000欧币 也是整个悉尼东面 单评品最贵的地 因为Double倍也算是整个上农区的 一个核心地带 它的这种物业 就 很瘦 donsize的这个drapper 还有第4个特点 就是这房子 不单单是 waterfront property 而且是beachfront property 就是 一线 沙滩边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 一线海滩边的午夜 我今年 上半年去看过一套 大周末的去看 当时就很尴尬 因为海滩上的人都穿的很少 小姑娘穿了比基尼 然后你穿的很多去 然后 人家都看你 我还要一顿夜 所以我说这个房子 太好了 不但养老了 还很养眼 进入8月份之后 我相信市场也会变得越来越活跃起来 接下来我也会 争取给大家录更多的节目 好吗 本期节目大概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